嗯? 這裡... 是地獄嗎? 哈哈哈哈 這什麼鬼地方啊 喔!有箱子耶! 哈囉!大家好!我現在是聖誕快樂! 喔!哇塞!我後面的這個禮物箱子馬上燒起來 我先把他滅活一下 哈哈哈哈 哇!一直燒一直燒耶! 沒有錯喔!各位!我今天來到的世界呢 就是一個土能夠做出最強道具的岩漿島生成 雖然說...呃...現在我錄的時間已經聖誕節過了 而且大家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應該都已經在準備跨年了吧! 所以再來一句新年快樂喔! 哈哈哈!超級隨便耶! 好啦! 那總之呢我今天在這個世界... 欸!等一下!我上面有一個溫度耶! 啊!完蛋完蛋!對對對! 這個世界呢好像體溫只要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就會開始產生飢餓之類的狀態喔! 算得起來難度超高的! 所以說這個裡面呢好像有很多道具可以讓我用的樣子 像是什麼冰塊啊還是... 喔!好多東西喔! 我們先吃個西瓜片好了 喔!好像還吃不下喔! 哈哈哈! 哈哈!這當然是說鬼啊! 不過我現在我也還沒開始肚子餓 應該還好吧! 總之我先把這個... 冰塊給拿出來試試看好了! 欸!等一下!這岩漿那麼多我直接在這邊打掉! 應該也沒關係吧! 去吧! OK! 有了有了! 哈哈哈! 哇!超級舒服的感覺耶! 那這樣我的體溫應該就會下降了吧! 怎麼好像...沒有耶! 呵呵!為什麼! 不然我吃個西瓜看看喔! 吃西瓜好像也沒有耶! 而且我剛剛好像聽到一個巴!的聲音耶! 哈哈哈! 哈哈哈!我吃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嗎? 好啦!不確定是什麼樣子喔! 總之我先把這個裡面的東西就給拿出來試一下喔! 喔!嘞!這裡面的東西好多喔! 欸!水怎麼自己又動了一下喔! 好恐怖喔! 哈哈哈!那總之我已經把所有東西拿出來了! 裡面有一個橡木樹苗耶!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地方直接種一棵橡木樹出來對吧! 那我們就先來放個兩棵出來! 然後我身上有骨頭耶! 欸!不行不行!我發現等一下喔! 欸! 欸! 我熱死了嗎?哈哈哈! 我剛剛好像熱死了耶!好危險喔! 等一下喔!我要先泡在水裡面就對了! 我不能夠亂跑耶! 好啦!那總之我剛剛的骨頭呢! 我先繼續拿出來喔! 我先來催生一下這邊的樹喔! 嘿!嘿!嘿!喔! 好險喔! 最後一根剛好長出來喔! 好的!那這樣子我的木材就已經收集完了! 所以說再來呢!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件事情了! 我剛剛前面也有講過喔! 我們今天這個世界呢! 雖然說四周都是熔岩! 感覺很危險!什麼資源都沒有對不對! 他雖然給我的一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現在的生存幫助也不大! 我今天的目標呢! 可是要去擊敗一隻終界龍了! 所以說!這個世界的土竟然可以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像這樣子放上去之後! 就可以長出64顆附魔精兵果! 哈哈哈! 一瞬間就變簡單耶! 啊!如果有這個附魔... 欸! 啊!發生什麼事情! 啊! 欸! 是不是! 啊!我懂了! 等一下!我懂了! 哈哈哈! 我如果站在... 呃...這個黑曜石方塊之後呢! 好像倒數五秒! 我就會直接... 燙死是不是! 對對對!有嘟嘟嘟的聲音! 你們有聽到嗎! 呵呵呵! 這樣有這種事情喔! 哇!好恐怖喔! 好!那...我先待在下面好了! 我剛剛好像有一塊冰塊燒掉了是不是! 欸!那這樣子我可能需要再試一件事情耶! 我這樣子吃了附魔精兵果之後呢! 然後再往岩漿裡面跳的話會... 喔!好像就沒事了是不是! 那... 欸!哈哈哈! 踩到黑曜石會死! 可是如果我碰到岩漿的話不會死喔! 這是什麼概念啊! 好啦!那...總之我就繼續多挖一些的土喔! 這個世界的土好像也沒有到很多耶! 所以我要珍惜一點用! 欸!下面有沙子耶!為什麼! 那這個沙子下面還有什麼東西啊! 喔!是基岩喔! 這麼快! 哈哈哈! 我的土這樣子夠用! 喔!哇! 不只基岩耶! 欸!喔! 怪怪的東西跑出來了! 你是什麼? 流浪商人! 然後可以交易紫水晶牙床喔! 喔!這個東西好像是拿來解這個世界的進度用的! 像是什麼收集64個紫水晶碎片之類的! 只不過呢!我今天的話可能就... 做不到那麼多事情了! 它好像有50個成就的樣子喔! 總之它可以交換一些什麼... 玉髓碎片還是鑽石之類的道具的樣子喔! 啊!我也沒綠寶石喔! 所以我先無視一下好了! 那這個泥土我記得好像大部分的東西都可以做吧! 像是這個! 哈哈哈! 不死土騰64個喔! 我們先拿出來一下! 先把它放在我的左手喔! 然後這樣子等一下應該就不會那麼容易死掉喔! 我來試試看喔! 嘟! 嘟! 欸!哈哈哈! 不死土騰也擋不住我的! 黑曜石的溫度耶! 好燙好燙! 哇塞!你怎麼沒事啊! 喔!他身上有抗火效果耶! 喔!所以這個流浪商人是死不了的囉! 沒想到區區一個流浪商人竟然卻比我強! 欸!然後我發現他身上只要有綠寶石的話 好像就可以交易草地! 而且有無限泥土可以用耶! 好啦!總之我再看一下這個泥土還能做什麼喔! 喔!找到了!找到了! 是鑽石方塊耶!各位!我可以做鑽石方塊了! 哈哈哈!超級快速耶! 那我先把鑽石方塊給做出來之後 多種一些樹喔! 然後我們來弄個工具出來! 先弄個...鏟子好了! 那這樣子我應該就可以挖更多的泥土來用了! 喔!然後旁邊的這棵樹已經長大了耶! 而且還是最大棵的那種耶! 哇!雖然平常我是不喜歡那種最大型的樹啦! 不過今天這樣子出來還蠻不錯的耶! 喔!等一下!我的樹燒起來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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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耶! 我們要先把它砍掉是不是耶! 哈哈哈!對齁!這個的刺戒到處都是熔岩! 很容易就是... 種出來的樹會...都直接燒掉喔! 好像要盡快砍掉耶! 喔!然後我現在已經有食物了! 就是附魔金賓果喔! 哈哈哈!超級奢侈耶! 然後還有鑽石方塊一大堆! 所以說...我先來做個全套的鑽石裝出來好了! 哈哈哈! 哇!好快樂喔! OK!那這樣子所有裝備要出來了! 只不過...好像還沒有挖到任何的... 碎石之類的對不對? 這樣子要去地獄的話好像也有一點困難耶!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欸!啊!什麼事! 喔!喔!喔! 就算有水好像也沒用耶! 我只要在黑曜石的上面好像就會開始倒數嘟嘟嘟耶! 哈哈哈! 哇!好難喔! 好啦!那我先往下看一下啊! 看下面還有什麼東西! 喔!下面好像都是...啊! 所以我地板不可以放黑曜石耶! 我地板要放的話一定要是泥土或者是... 鑽石方塊好了! 我們破個鑽石方塊在地底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好啦!那我目前的泥土也有28個囉! 所以我再來看一下能夠合什麼東西喔! 喔!有瘋火台!有瘋火台! 我說瘋火台好像沒什麼用喔! 我們放幾個出來照明好了! 我記得瘋火台是會亮的喔! 欸! 欸!我...流浪商人...死掉了! 流浪商人是會死掉啦! 他竟然突然就不見了! 那我再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合成喔! 喔!有了有了! 附魔台!用不到! 我現在沒等級耶! 沒有青金石! 根本用不到! 如果能合出個綠寶石磚的話... 我就可以...不知道能不能再找到流浪商人喔! 哈哈哈!不曉得他還會不會來耶! 喔!喔!有鐵磚了! 鐵磚64個喔! 我先想辦法把這周圍的泥土給再回收一下好了! 喔!喔! 我達成了一個成就! 所以他給我16個煤炭耶! 喔! 所以我只要完成這邊的成就就可以再多拿到一些東西就對了! 那我們再來做個熔爐好了! 搞不好他會給我個綠寶石之類的對吧! OK!那總之我先來做個鵝卵石製造機好了! 喔有有!這樣就有石頭了嘛! 然後我再挖這個地方! 這樣吸得到吧! 有了有了! 我現在多挖一些的石頭喔! 像這樣子蒐集一些之後! 然後我們再做個熔爐這樣子! 出來之後呢!獲得了三塊麵包! 三塊麵包! 也太少了吧! 好啦!那總之我先把泥土給拿去燒一下喔! 哈哈哈! 超級奇怪的畫面欸! 想不到把土也可以拿來燒! 那燒出來不知道可以拿到什麼欸! 我已經忘記了! 喔!喔!是終界傳送門方塊是不是欸! 欸!那我多燒幾個好了! 我們先燒個12個出來再說喔! 然後等一下找個...欸!等一下!我的樹長出來了! 先把樹砍掉! 不要浪費!不要浪費! 等一下!等一下! 哈哈哈! 不可以浪費任何木材喔! 啊啊!等一下!我的樹苗! 我的樹苗! 我好像把樹撞在怪怪的地方欸! 不但我生存的地方就怪怪的了! 掉個樹苗! 掉個樹苗! 啊!沒有掉那個樹苗喔! 有有有!剛好有一個! 然後發現有一點快餓死的跡象喔! 我先來做個附魔精明果出來吃! 哈哈哈! 他給我麵包我不吃! 然後我吃附魔精明果欸! 好奇怪的世界喔! 肚子餓的時候吃土就對了! 然後我剛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 我這樣超級浪費我的木材的欸! 我用鐵桶這樣子從旁邊撈一桶岩漿 這樣子! 我就可以拿來當燃料了對不對! 總之我像這樣子把鵝卵石放進去之後 我們先來燒個石頭喔! 然後這個中介傳送門框架呢! 我一樣先來找個地方放! 我放在哪裡比較好啊! 然後我發現我的溫度越來越高了欸! 會有辦法讓我自己冷卻一下啊! 這個地方可以嗎? 1 2 3 4 5 6 喔!他說什麼東西! 我現在很虛弱! 可是!我現在就算很虛弱!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欸! 還是我吃個... 螢光煤或甜煤可以讓我自己身體冷卻下來啊! 啊!不是!我不想把它拿去種了! 欸!我的甜煤咧! 哈哈哈! 我把我的甜煤丟進去水裡面之後它就不見欸! 總之這樣中介傳送門框架就完成了! 等一下如果有做出中介之前 我們就可以離開這個超級危險的地方欸! 那我快餓死了啊! 喔!哇賽! 我現在的飢餓是10等欸! 哈哈哈! 身體好熱! 我好餓! 什麼概念啊! 一般吃腐肉的時候只會有飢餓1等而已 10等扣得超快的欸! 好啦!那我記得剛剛我有看到呢 這裡面有一個做10顆按鈕的成就喔! 然後我現在有13顆石頭了! 所以說我就直接做做看吧! 嘿! 喔!他給我了16個紅石粉! 紅石粉喔! 紅石粉幹嘛! 欸!他說什麼東西啊! 你感覺到... believers! 我只知道delicious欸! 我好像超級頭昏欸! 噁心的意思嗎? 喔!我現在噁心超級嚴重欸! 哈哈哈! 喔!這樣玩起來好不舒服喔! 喔!我的天啊! 我先去自殺一下好了! 不然這樣子觀眾你們好像會頭暈吧! 我自己也會頭暈喔! 不舒服!不舒服! 啊!啊!超級噁心! 走我們去岩漿裡面! 啊!啊! 我才剛碰到黑曜石就直接死掉了欸! OK!那這樣子我的狀態就刷新了喔! OK!OK!那我目前的地板呢 全部都變成鑽石磚了! 哈哈哈! 鑽石磚的量比泥土還多欸! 那總之我目前已經弄出了22顆石頭喔! 剛剛有一個成就呢是要我做10個壓力板 所以說我先做過看喔! 嘿!喔!有了! 又完成一個成就了! 然後他給我8塊煤炭! 喔!我想到了! 煤炭好像可以拿來做一個東西喔! 就是我在做個20根火把! 嘿!又有一個成就完成! 這樣子欸! 啊!他給我什麼東西啊! 五個海帶! 五個海帶! 哈哈哈! OK!那整座島呢! 能夠看到的泥土都已經被我掏空了喔! 好像沒有任何東西了對吧! 我好像只能慢慢等流浪商人來了對吧! 總之在流浪商人如果有在來之前呢! 我在那看一下能夠做什麼! 喔!玉髓方塊! 那我做個玉髓方塊好了! 然後!欸!來了來了來了! 流浪商人來了! 可是我現在好像還沒有拿到綠寶石齁! 目前我幾乎所有的金屬鑽都有看過了! 所以綠寶石磚應該也會有吧! 總之我先做個鍛造台出來喔! 我既然玉髓裝備好像到岩漿裡面也不會燒掉的樣子! 這樣全身都是玉髓啦! 不知道大家平常都是用劍還是用斧頭在打怪喔! 我自己是很喜歡用劍啦! 好像有一些人會拿斧頭對不對! 因為他攻擊比較高喔! 邪教! 欸!然後我發現我的體溫剛剛下降了一點欸! 為什麼? 我剛剛不是已經超級熱了嗎? 快熱死的那一種! 對了!然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可以用這個泥土加上鵝卵石來敲出雞岩欸! 我來敲個雞岩玩玩看喔!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仲介傳送門的正下方喔! 這樣看起來比較帥! 沒有任何意義喔! 對!這個世界除了熔爐可以拿來燒土之外呢! 其他東西拿來燒土也會變得不一樣喔! 像是煙燻爐呢! 然後接下來把土給拿進去燒一下! 來吧! 嘿!有了!有沒有看到! 這是翹翅啊! 我們可以直接燒出翹翅來用喔! 不過翹翅的話目前還用不到喔! 我根本需要一些煙火之後才有用吧! 喔!然後我快餓死了欸! 啊!對了!我突然想起來一件事情! 這世界除了土以外呢! 跟土有關的東西也可以拿來做東西這樣子! 欸!等一下!那邊好像有東西欸! 欸!啊哈哈! 等一下!我把視野拉遠一點喔! 喔!哇!這個世界是有村莊的欸! 只是我好像... 大部分的地方都被燒掉啦! 喔!所以說那邊好像有更多泥土欸! 我先想辦法去那邊取得一些物資喔! 如果走黑曜石上面的話 我現在浴水裝還會燙死嗎? 因為我發現我的溫度會下降欸! 會欸!欸! 欸!竟然會喔! 而且上去就死是什麼情況啊! 好啦!那我先準備一些的方塊喔! 然後我們把泥土給存進去! 接下來就從這個地方 應該可以從岩漿的上空跌過去吧! 如果不行的話就麻煩欸! 所以說先像這樣子往上! 拜託!不要死掉! 喔!好像沒有問題欸! 如果中間有間隔空氣的話 不是黑曜石就不會死的感覺欸! 然後那個地方有水欸! 我等一下好像可以去那邊再取得 心熱水資源的樣子喔! 而且我剛剛才注意到欸! 我的房具上面有寫一行字! 它寫著 你感覺很溫暖! 這種地方到處都是岩漿 竟然是感覺溫暖嗎? 這就是實況主的聖誕節啊! 我在亂講什麼! 喔!有了! 來了來了來了! 我終於到達這個地方了! 有夠遠的欸! 喔!對!然後這下面是黑曜石 我不能踩! 黑曜石踩下去等一下直接暴斃! 這樣子稍微繞一下好了! 我們就可以下去了吧! 然後這個床竟然在岩漿上面欸! 以前人都這樣睡覺了喔! 然後這個村莊沒有任何村民了欸! 所以這邊是村莊遺址就對了! 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掠奪! 喔!這邊有那個欸!高爐欸! 我把它帶出來用一下喔! 這樣子應該會跑出個什麼東西吧! 生怪磚! 沒有錯!我需要的就是這個嗎? 我生怪磚幹嘛啊! 這會跑出豬嗎? 裡面有一隻豬的話應該是會吧! 喔!有欸!是豬欸!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最喜歡小豬了! 來來來!我們把它做成烤豬囉! 下去! 下去! OK! 我現在最需要的東西應該就是礫石吧! 如果沒有礫石的話 這個村莊對我來說就只是 泥土提供的地方而已! 喔!這邊有一個鐵匠鋪欸! 欸!有一些是食物跟鐵莊是吧! 而且用不太到欸! OK!那我逛了一下喔! 看起來這個村莊是沒有其他東西了! 我想了一下目前我需要去的地方應該是地獄吧! 不曉得地獄長什麼樣子喔! 如果地獄有礫石可以拿的話 今天我就會比較輕鬆了! 不對啊!我現在就在地獄了吧! 哈哈哈! 這地方跟地獄有什麼差啊! 我在這個空中來做個地獄門出來喔! 喔!喔! 什麼! 什麼!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的音效BUG了! 啊!世界被我玩壞了! 等一下!世界被我玩壞了! OK!OK!OK! 我把那個巴巴巴的聲音關掉了! 哈哈哈! 剛剛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好恐怖喔! 好的!那我們框做出來了! 再來就是這個地方如果放個木材的話 應該有機會把它點燃吧! 所以我多放一些喔! 喔!喔!有了!各位!出來了! 終於被我燒出來了! 我在這邊等超久的欸! 只是我會不會踩進去的瞬間就直接暴斃啊! 因為這上面是黑曜石欸! 我現在才注意到! 好啦!那我們就出發吧! 拜託!拜託!不要死掉!不要死掉! 來得及!啊! 哭不去! 啊!哈哈哈! 這怎麼過去啊! 我直接燒死了欸! 還是我這樣子不要站在正上方 從邊邊靠的話就有機會嗎? 欸!有了!有了!成功了!成功了! 我來到地獄了! 而且地獄長得不一樣欸!下面是虛空嗎? 然後上面是什麼東西啊? 旁邊都是雞岩圍住的 總之地獄這邊有一點東西喔! 烈焰死者生怪蛋欸! 那我好像可以在主世界做生怪磚之後 把烈焰死者生怪蛋塞進去對不對? 總之地獄好像就只有這樣子是吧! 然後我剛剛又想到一件事情啊! 因為這裡是一個飛鴻森林 所以等一下我可以在這邊鋪大一點之後 讓豬布林生在這個地方欸! 然後我就可以來交易歷史了! 我先這樣子往外鋪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我再鋪個小平台出來! 呵呵呵! 哇!我怎麼這麼聰明啊! 然後我再從反邊這樣子出去一下啊! 哇!我怎麼這麼聰明啊! 我真的是生存大師欸! 喔!有了有了!各位你們有看到嗎! 哇!那邊出豬布林了! 來!那我先做個黃金方塊出來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可以去地獄那裡了! 然後我還不小心完成一個成就欸! 拿到一些熔岩方塊喔! 好啦!總之目前這樣子 我就可以來跟豬布林交易了! 露出你所有的東西吧! 喔!有了有了!有歷史了!各位! 哈哈哈哈! 哇!我真的是太聰明了! OK!那我交易的也差不多了! 目前我的歷史超級大量喔! 所以我先回去主世界好了! 剩下的東西我都可以用土解決了! 所以我先把剩下的土給都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來做個粗泥喔! 然後粗泥做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粗泥給拿去熔爐裡面燒一下喔! 以及煙燻爐也放一下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可以合成什麼東西! 喔!喔!有了!綠寶石磚! 綠寶石方塊64顆! 然後剛剛好像還看到青金石喔! 那另外就是...我看一下喔! 紀念品!欸!紀念品也可以做喔! 那我好像可以附魔了欸! 我來做個紀念品64顆試試看好了! 然後我剛剛也有跟朱布林換到了一些線! 所以我來做一把弓喔! 那再來我做個青金石方塊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後面這邊的... 附魔台來附魔一下了! 耐久!強力1! 強力1! 那就強力1吧! 好爛喔! 那另外還可以再做什麼喔! 我看一下喔! 箱子64個! 這要幹嘛啊! 啊這樣子的話咧! 喔!喔! 練練感64根欸! 快了快了快了! 我們快要完成所有東西了! 然後我拿到... 馬! 生怪蛋!還有... 什麼注意事項啊! 喔!我已經解鎖到... 哇塞!我上面的成就又多了好多喔! 不過看起來真的是有點濃啦! 要種128個甜莓之類的! 我連甜莓都已經不見了呢! 喔!有終界水晶可以做欸! 我用終界水晶來炸終界龍是不是很強啊! 我來做個一組看看好了! 然後我的龍爐可以燒出龍之吐息喔! 煙薰爐的話是指令方塊! 哈哈哈!指令方塊! 我記得這個東西生存好像放不了啊! 垃圾! 喔!有了!我找到了! 終界珍珠六四顆! 哈哈哈!為什麼這東西可以做成一組啊! 總之呢!這樣子弄出來之後 我好像就可以準備去... 終界了對不對! 哇!太好了太好了! 都是多虧了土的力量啊! 來!那我把這個地方給... 放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去終界了對吧! 哇!終於到這裡了! 光是在這個地方我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喔! 總之我們就出發吧! 喔!希望這邊是很正常的喔! 喔!欸! 喔!欸!等一下! 哈哈哈! 終界進來的正下方是黑曜石齁! 哇!那地方最好是會燙啊! 哈哈哈! 所以我進去之後 就要馬上把我的東西撿起來之後 我的方塊! 哎呀!來不及! 什麼都還沒開始呢! 喔!找到了!黑石! OK!OK!OK! 那我撿到我的黑石了! 那再來我先把這個地方給往上鋪一點點喔! 把我的弓塞上來!OK!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挖出去了吧! 公司想要安全進入到終界 就要進三次欸! 那麼終界地表不曉得是什麼樣子欸! 喔!終界是和平的樣子欸! 什麼叫和平的樣子啊! 哈哈哈! 哇!總之這個地方這樣子看起來安全多了! 我好像可以直接用我的弓來把這邊的 那個終界水晶給射掉對吧! 啊!黑曜石的話我們不要靠近應該比較好吧! 因為踩到黑曜石的話會死掉啊! 我現在對黑曜石已經有PTSD了! 還是PTSD還是PTSD啊! 總之我先把這邊的終界水晶都給射一射吧! 嘿! 然後這一顆! OK!然後那一顆! 這個高度可以嗎? 可以吧! 欸!差一點點欸! 雖然我現在身上裝備有點慘喔! 不過我有半套的玉水裝 而且我還有附魔金蘋果55顆呢! 只要終界我沒有變成岩漿龍的那一天 我就不會怕他啊! 嘿咻! OK!那所有的終界水晶都被我打爆了! 再來我們就是靠近終界龍來跟他打喔! 有種來打我啊! 嘿! 哈哈哈! 好猛喔! 這就是附魔金蘋果嗎? 站著跟他打都不會痛欸! 那我再把我的箭矢也給射一射好了! 嘿! 最後一發! 中啊! 啊!最後一發竟然直接沒中欸! 好浪費喔! 好啦!那我目前身上有很多終界水晶喔! 我好像沒有用終界水晶炸過終界龍欸! 總之他要下來了! 我像這樣子放在這個地方這樣子 應該可以炸到吧! 喔!有有有! 兩下! 怎麼好像... 喔!他已經飛走了喔! 哈哈哈哈! 終界水晶這麼可怕是不是! 等一下他如果下來的時候 我就看哪個方向是頭喔! 我們用終界水晶來炸他的龍頭喔! 來了來了!終界我又下來了! 只是旁邊怎麼都是龍席啊! 究竟我的戰術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撐住呢! 欸!有有有!炸掉了! 我隨便炸! 喔!炸到頭了嗎! 喔!炸到頭了嗎! 喔!再一下! 再一下! 最後一下! 喔! 喔! 耶! 沒想到打得贏欸! 哇!這個世界真的是有夠困難的! 哇!這一切都是多虧了! 土的力量啊! 仔細想了一下啊! 就連minecraft的主程式好像也都是土欸! 好!最後我們就看一下這個... 結束的土的畫面喔! 充滿了土欸! 啊!回到主世界之後我想要知道... 這片岩漿湖底下到底有什麼欸! 因為我目前呢... 層數在68層! 但是我不管怎麼努力好像都很難下去... 最底層的感覺! 所以說我就來試試看喔! 我如果像這樣子用... 觀察者模式的話往下前... 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啊! 喔!哇! 真的是整片岩漿嗎? 哈哈哈哈哈... 沒有任何東西了嗎? 喔!哇! 連雞眼都是用岩漿做出來的喔! 啊! 嗨... 啊! 我們來看看吧! 嗯。 喔! 沒有任何東西啦!